大家好 我是田阿婆 今天分享一道非常特别的意面的做法 我用整个南瓜来做这个意面的酱 味道很好 而且也健康 用这种葫芦形的南瓜 它的颜色金黄漂亮 英文名字叫Button Knot Squash 去掉头尾 对半剖开 再挖掉中间的那些南瓜纸啊 蓝啊这些东西 准备一个大颗的蒜 切掉根部和南瓜放在一起 那我们在南瓜中间呢再画几刀这样容易熟 撒上盐 黑胡椒粉 甜椒粉 撒一些百里香的叶子 还有橄榄油 烤箱预热350华氏度烤一个小时 就是烤到南瓜软烂为止 现在挖出南瓜肉和蒜肉放到果汁机里 打成泥 再准备像这样子任意形状的 你喜欢的意面滚水 放些盐 把意面放进去 煮到熟烂 好 现在这个期间准备一下酱料 我们用小的红洋葱切碎 炒锅里放些橄榄油 先把这个熟尾炒放进去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任意自己喜欢的香炒都可以 我把它煎酥一下取出来 再把刚才的洋葱末放进去 翻炒到透明 白葡萄酒 然后再把刚才打好姜的南瓜泥和蒜泥放进去 再放一些干香草 比如说牛汁啊 或者西式香菜干 接着把奶油放进去 如果喜欢浓的你就用vaping cream 不喜欢浓的你就可以用10%的那种 淡奶油 最后再来一些干奶酪丝 这个水溢你喜欢什么样的你都可以用 现在意面煮好了 把它混进去 拌匀 加些盐调味就可以装盘了 之后我们再撒一些干奶酪 把刚才的熟尾炒放上去 我还放了一些烤过的甜菜跟这个水溢 好吧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这道意面味道真的非常的棒 你可以大胆的试一次 再继续